人工神经网络或模拟神经网络 也有人直接用神经网络这个词 它是机器学习的一个重要资领域 深度学习也可称作深度人工神经网络 是一种具有多层网络结构的人工神经网络 神经网络的基本结构和算法 是深度学习的核心内容 其名称和结构均受到人脑的启发 模拟了人类大脑的部分机理和机制 在这一期视频 我们将近可能通俗地向您介绍 它的基本原理和目前常见的网络结构 以及它们的使用场景 在神经网络中 最基本的单位就是神经元 它接收来自其他神经元的输入 并通过激活函数来产生输出 每个神经元接收一组输入和一个偏执值 每个输入都带有一个权重 当信号到达时会呈上这个权重 和偏执一起 作为参数传递给激活函数来产生输出 偏执可以看作是一个模型可以调整的预值 有以下几个作用 一,提高模型的表达力 二,增加模型的灵活性 三,保证激活函数工作在非线性区域 四,防止模型过拟合 激活函数的作用就是根据输入和偏执产生输出 针对不同情况,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激活函数 使用不同激活函数的主要目的是增加非线性因素 解决线性模型表达能力不足的缺陷 不同的激活函数可以让神经元表现出不同的能力 但要注意每个激活函数有个字的优缺点 有些效果很差 有些需要大量计算 多个神经元组成网络,这些网络通常具有层级结构 处于同一层的神经元一般共同完成某个特定的功能 注意,在计算层数时,我们通常排除没有计算能力的层 所以一个最简单的单层神经网络,我们只有输出层 比如在双层的神经网络中,我们有一个隐藏层 在多层或深度神经网络中,我们有多个隐藏层 一个网络的深度就是网络的层数 深度学习的名称就是来源于此 神经网络的学习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前向传播和反向传播 在前向传播中,网络将输入数据通过一系列神经元和权重的计算 得到最终的输出 前向传播也是神经网络的推理工作工程 而在反向传播中,网络通过计算输出 与实际标签之间的误差 然后根据误差和所使用的优化算法来调整权重 以减小误差 重复上面两个步骤 知道误差落在期望的范围内 注意反向传播机制是整个神经网络最为重要的一个发明 没有反向传播就没有今天的深度学习热潮 人们很早就知道大脑神经元的结构和基本的工作原理 所以我们有了感知机 但是对于大脑神经元是如何学习的一直没有发现确凿的机制 为了在人工神经网络中解决学习问题 反向传播被好几位人工智能科学家发明出来 并由杰弗里·星顿等证明了它的有效性 并由此开启了最近十多年的深度学习热潮 在反向传播中 我们需要知道两个重要的内容 即损失函数和优化算法 在反向传播中 我们使用一个损失函数来衡扬网络的预测结果 与真实标签之间的差异 相机活函数一样 我们有很多函数可以选择 选择合理的损失函数 精准的描述输出和训练数据之间的相似度 可以让训练过程更有效率 减少迭代次数 优化算法则用于更新权重 使得损失函数最小化 我们也发现了一些优化算法 它们各位有优缺点 有了反向传播机制 我们就可以对神经网络进行训练 输入权重和偏制都可以在训练前进行初始化 并通过训练中进行调整 但偏制的调整通常更为关键 且偏制的更新通常不依赖于的输入 它相对独立于当前的网络状态 我们来做个小结 了解了上面这些概念 我们知道构建一个神经网络 我们需要考虑以下一些内容 1. 网络结构神经元的连接方式和深度 2. 神经元的激活函数的选择 3. 学习开始前的各种初始化质 尤其是神经元的预值、偏制 4. 学习训练过程中 损失函数和优化算法的选择 知道了这些 你也是一个入门级的人工智能专家了